看看台股ETF的規模排行榜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排在最前面的5名 就有3檔式高股息ETF 是0056元大高股息 還有00878國泰遠序高股息 還有00929富華台灣科技優息 這是前5名 如果我們再把這個範圍拉大一點 算到前10名 那就有7檔式高股息 這比例是70% 而且排在6到10名的就有像是00919 群益台灣精選高息 還有00713元大台灣高息低波 這幾檔的人氣都是非常的旺 我覺得未來他們有可能可以挑戰前5名 剛剛說的這些是市值是規模 那我們看這個受益人數排行榜 其實也可以看到差不多的趨勢 這次就直接把所有的ETF拿來一起比較 排在最前面的5名 同樣有3檔式高股息ETF 就是你想的那3檔 就是00878 0056還有00929 那我們如果一樣把範圍再拉大一些 算到前10名好了 那則是有6檔都是高股息ETF 比例有60% 不管是60%或者70% 數字其實都一樣很誇張 很誇張 因為你知道台股ETF 現在有240多檔 你知道能擠進前10名嗎 超強 等於你是前5%的頂尖高手 高股息這個類型 真的是紅到不行 對我們就可以用 那個學生時代的考試排名 來想像一下 就是假設說 全校有240個學生 那大家都有在讀書嘛 就希望能靠個好成績 那有些人就是特別厲害 那斷考結束的校牌 可能就有PR95啊 PR96 差不多個不相關的 海星你以前在學校考試 有這麼前面過嗎 有高中的時候 大概就是PR97 哇那你其實很厲害 就很認真念書 所以你就是那個學校的高股息 第一個迷思是 股息不等於利息 殖利率不等於銀行利率 有些人啊可能會以為說 殖利率聽起來跟這個銀行的利率很相似 對啊 因為感覺都是都可以領到錢 嗯 結果不是 因為以目前定存的利率來說 一年期大概是1.59% 那我網路上常常有一種說法是說 錢放銀行那不如都拿去買股票 拿去投資高股息ETF 一年隨便可能就有5-6%的殖利率 比放在銀行能多領3倍到4倍的利息錢 雖然這是個很常見的說法 不過觀念上是錯誤的 因為股息跟利息啊 他們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把錢存到銀行裡 銀行會提供我們利息嘛 這會讓我們的資產增加 假設我們拿出1萬塊錢 把錢存到銀行 然後做一年期的定期儲蓄存款 那剛剛有說嘛 是1.59%左右 那所以過了一年啊 我們就可以領到159元 這樣子啊 我們的總資產會變成10159元 那這一年多 台灣雖然也有幾次升息 不過幅度沒有像美國那麼誇張 前幾年定存1%的年代 等於就是只能領100元利息 真的是有點少 難怪很多人都會鼓吹 就是不如買高股息 但是股票這個現金股利啊 跟銀行的利息是不同的東西 投資人啊一定要先分清楚 對假設我們一樣用1萬元去投資 買高股息ETF 一年後配息600元 這樣聽起來好像還不錯 就是換算殖利率蠻高的有6% 聽起來就是好像比定存賺更多 可是當配息的時候 你的總資產同樣是1萬元 那就變成是分成9400元的股票 跟600元的現金 其實並不會變成大家想像的10600元